《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怀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第一节 组建北京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 夏 1987年2月13日上午 我和陈伟兰不坐科研所新买的小车 骑着自己的破旧自行车 顶着北京正月的呼啸北风 来到事先已约好的67岁的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邹瑜伽 我们拿出广东茶叶 伟兰说 邹叔叔 前两天广东朋友带来您家乡的土特产 您尝尝 几番交谈 我们诚恳谦逊的态度 让老人家不好硬推婉拒 邹校长最后表示 我在做系礼工作 先放艺人吧 要哪位 我们答复 资深稳重地扶国洞 邹部长兼校长爽快地答应了 离开邹瑜伽 中午我和伟兰在路边小饭馆吃了极简单的便餐 1986年底 伟兰帮我跑研究所的人才务时 有关局办经常留我们便餐 伟兰告诫我 说是便餐 不定怎么豪华呢 即使简单 传出去 说咱们求人家 还大吃二喝 讲不清 于是我们经常吃路边摊 陈大公主没得说 真可以 那天下午 我们又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连苍家拜访请教 徐所长强调管理的三重性 即阶段性 科学性和民族性 我没听清 问 什么阶段性 徐详细解释三性 对我挺有启发 我们聘请徐教授为我所特邀顾问 他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对我们帮助极大 次日伟兰与我商议 我们还应该去政法大学 找具体负责学校工作的校领导谈谈 这样有利于州校长与在校领导的团结 也有利于北京所与政法大学的长期合作 我佩服伟兰着眼大局考虑长远 进一步建议 我约上清干局领导 显得更重视政法大学的县管们 17日 清干局任晓斌副局长带领伟兰和我 到政法大学拜会杨克和甘纪华副校长 任局说 北京所是为中组部工作 是为全国干部改革做研究的 杨和甘说 邹部长和我们谈了 今天你们俩又搬来中组部领导 我们会尽快给福国栋办手续 刘苏理也少安排社会工作 刻余可去所里 福很快到研究所成为首席研究员 在此后的研究中做出非凡的成绩 刘苏理作为我所首席客座研究员 也为我们的研究贡献了他特殊杰出的学识 随后 科研所把福太太从甘肃掉进北京 解决了户口和住房 这一切都源于北京市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期间 我们还几次商调 北大国政系青年教师王福春硕士 但是北大一直不放 此后 王经常与我们合作 在十三大的干部制度改革方案中 也有他的贡献 感谢陈伟兰 在研究所的初创时期 伟兰经常与我在一起 尽管我们认识二十年了 在亲干系统彼此配合四年了 但是最近两个月 我对他的了解胜过了以往 熟悉陈氏五兄妹的人 都认为陈元和伟兰最得奶腹真传 政治敏锐和思想深度 在干部子弟中属佼佼者 但二人性格差异极大 陈元内向 外冷内热 不苟言笑 经常沉思 酷似其父 不熟悉者 以为他架子大 伟兰外向 热情洋溢 感情丰富 善于表达 极相其母 鲁迅的一件小事让鲁迅反思 伟兰的一件小事令我深思 某日办事后 我回到北京市委与伟兰共享的办公室 推门不开 里面隐约有哭啼声 我到隔壁清干处副处长屋 他们说 刚才处理刘某的同学从县里来看刘 大家聊起形势 这位乡把佬包贬了陈云 伟兰黑着脸出去了 我们都比他年轻 谁也不敢去劝他 我用钥匙打开伟兰的门 对他说 委屈了 就痛快地哭吧 伟兰像被欺负的小妹 见到撑腰的大哥 真的大声痛哭起来 边哭边大声地说 我招谁惹谁了 还好心给他欺我爸的好茶呢 他竟当面说我爸的坏话 我爸容易吗 二十年来 还真没见过他如此失态 我安慰他 设身处地为你想 父母挨骂是谁也受不了 我可能比你反应还强烈 伟兰 就是吗 他逐渐平静下来 我可以讲理了 领袖有特权 就要被人议论 更难听的还有呢 当面听到了 感情上受不了 理智上正常事 俗话说 谁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钱不说人 再说 咱们不也常议论老邓吗 伟兰擦干眼泪 拉着我 走 给处理人布置工作去 他还真讲理 拿得起 放得下 在中组部打响第一炮 1987年1月 我首次以北京所的身份 参加中组部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干部工作新方法协调会 中组部副秘书长刘泽鹏和清干局长李志民主持会议 山东省委副书记江春云 常委贺国强和张全景与会 这三位后来都进入党中央 各省参会的加上山东各地市 共计约百余人 我虽然离开了中组部 但是他们从未把我当外人 照样狠用 年前 在我紧张地筹建北京所时 还经常到中组部去参与协调会的筹划准备活动 会议进行中 我在会下参加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工作 在会上介绍北京所的业务 大打广告 我们撰写的 加强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 为发展组织人士科学而努力的万字长文 作为此会的唯一文件 印发与会者学习 会后 此文在全国组织系统引起重大反响 许多省委组织部的祖宫通讯转载 与会的各省亲干处的人大都很熟悉 非常高兴组织系统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他们说 你干这个科研所 人尽其才 众望所归 比到外系统当个烂局长 有意义多了 大会根据各省意见 决定成立由中组部领导的 北京所负责的全国组织人士科研信息网 要我们定期出版内部刊物网讯 中组部还从由国家科委申请的40万元课题费中 象征性的拨5万给北京所 我不客气 还不够塞牙缝的 刘泽鹏 给你点精神鼓励 塞你的臭嘴 当即向北京所赠师 万花开出松千尺 众鸟鸣食贺一声 引为大会的家谈 一周前离京时 关于胡耀邦的不利信息分踏而至 现在山东开会和旅游时 处江湖之远 则优齐军 我不断向山东省委的知心朋友 打探京城传来的小道消息 与各地清干哥们议论纷纷 忧心忡忡 15日上午离鲁 下午抵京 不回家直奔北京市委上班 在与陈伟兰共享的办公室里 我得知预料之中 而又最怕证实的消息 1980年党的最高领袖更迭后 果真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 七八年再来一次 胡耀邦被迫辞职 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1987年1月16日 经过半个多月跨年度的 庙堂的暗箱运作 江湖的窃窃思议 底牌终于亮开了 上午 党的机器高效精密运转 不经过任何传统的 和现代的新闻媒体 假装不让外国人知道 自中央最高层 经过省市县乡各层 机关则是布局处科 口耳相传至平头百姓 全国各级人民都先后被传达 今晚7时重要新闻 必须组织收听收看 看后讨论明日汇报 下午 北京市委的大会议室里 李希明书记向市委机关 触及以上领导干部 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总书记胡耀邦引咎辞职 赵紫阳总理代理总书记 当然还有耀邦的几大罪状 最后 李书记代表北京市委 要求在座的市局处三级干部 在此关键时刻 务必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大会结束后 组织部的三十几个部长和处长 小会讨论 李其言部长主持 他说我上午在市委常委会上以表态 现在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随后依职位高低顺序发言 基本就是同一句话 播放录音式的拥护中央决定 李最后说 没有不同意见 散会 整个讨论不到十分钟 我当时就联想起七年前 在煤炭部讨论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时 大家畅所欲言 多数人真心拥护 拥胡 少数人如山西级同事李某 执着的清心华国锋 我讥讽他 你真像李大钊之子 央行行长李宝华呀 瞎注 李宝华的宝是永保青春的宝 与宝卫的宝一行同一 华是中华的华 与姓氏的话同行异调 作者借李宝华的名字 讽刺李某是宝华国锋的 李同事学着我的东北音 反唇相机 没有华主席抓四人帮 你和你老爹还不知在哪嘎嘎憋屈着呢 一句话噎得伶牙利齿的我 哑口无言 众局长处长哄堂大笑 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的宽松 今非昔比了 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 不音员一改往日的西服为中山庄 大家都知道 胡耀邦提倡并身体力行穿西服 因此议论纷纷 有好事者投书报社质询 数日后 报纸不能自圆其说的 此地无银忽悠一番 恰巧那天我去中组部 催五年记录了我们的对话 我拿报纸问颜怀 做何理解 颜怀一笑 置之一边 说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从理论上讲 你要跟党报上的解释保持一致 这说明当时我们对中央不满 但作为高级党务部门的党员 又被要求与中央保持一致 只能无奈地调侃保持一致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